另外花莲县各乡镇市在31号的晚间 也举办了跨年晚会的活动 县长徐真卫更是先从玉礼镇开始 前往了瑞穗乡 光复乡 一直到花莲的主场参与跨年晚会的活动 而在各跨年活动当中也加码了许多的摸彩品 让在场的婆婆妈妈们是超级的开心 县长徐真卫也表示 很开心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 可以和乡亲们来同乐 民众大牌长龙各个都戴着口罩 穿着大衣 毛帽不怕霸王以及寒流来袭 玉礼民众就是要来到永昌分校来跨年 因应疫情的关系 若时戴口罩禁饮食 食联制等各项措施 民众都非常配合 随月341号晚间花莲县各乡镇都有各自办理跨年的活动 花莲县长徐真卫更是先从玉礼镇开始 还有瑞穗到光复乡一直回到主场花莲县跨年活动 甚至是在各跨年活动当中加码许多摸彩品 让在场的婆婆妈妈超级开心 三台洗衣机好不好 然后 男生在哪里谁用三台洗衣机 然后时台大同电锅好不好 让大家回去补汤一下敦补 徐正逸表示 献补活动一播接着一播 除了跨年晚会 元旯这一天 上午在希心坛赏兴兴广场 还有2021爱恋花莲 七星潭元旦见走迎树光 净滩升起拿好康的活动 也提醒民众务必要做好防寒工作 多穿保暖衣物喝温开水 记者高松双玉政采访报道